热桃店经典好菜 葱爆牛肉来咯 滑嫩的牛肉配上脆口的酸菜 上桌时候香气扑鼻 只要这一道超下饭 后来Loon体家的黄锦龙师傅 马上教你做 中式料理当中 所谓爆炒 它大概下锅多少的时间 以餐厅来讲的话 我们用快速的鼓风炉 大概30秒以内就要起锅了 30秒 就一定要起锅 可是一般家庭的火力 大概只有你们的三分之一 三分之一 对不对 所以我如果说乘以三 一分半到两分钟之内 应该算合理吧 算是合理 但是先前有一些前置背的动作做好的话 你的时间可以再缩短一点 对 了解了 我们来看看今天龙师傅的爆炒到底爆到什么程度 好不好 来我们先做前置准备 前置准备 我今天是用这个是牛肉片 是 这个是在市场买的新鲜牛肉 这是牛的里肌 里肌肉 对 没什么油脂 没有油脂 没什么油脂 你看那个颜色 它就是平均都很深红 对 没有油脂 所以我们要让它产生一点路口滑嫩的感觉 哪些东西可以有这个帮助 第一个就是酱油 酱油 先加点酱油 这是味道的部分 对 然后待会在煮的时候 它会比较伤点颜色 这边大概是250到300公克 大概是两汤匙的酱油就够了 是 不宜太咸了 好 适量的酱油 对 这个东西要慢慢地加 你不要一次所有的东西都加进去 酱油上去 它让这个牛肉它的稍有点亮度 至少每一片 你都要拌到它均匀地沾到 尽量底部不要有残留的那些酱汁 那第二个就是米酒 我们平常猪肉的时候 我们知道要打水 对 对不对 牛肉是不是也需要打水 其实牛肉是看做什么 如果说嚼肉类的话 可能需要打点水 但是我们在做肉片 肉片不一样 对 尽量用米酒 我们就尽量用一些湿性的调味料 取代打水的水分 对 那再来这边会准备蛋 这个蛋的话 它会让牛肉稍微比较滑口 全蛋 对 全蛋 但是这个蛋的量不能太多 像我们有一个基本的比例 就是说大概600克的牛肉 大概只能放一颗 600克是一颗蛋 对 对不对 OK 但是我这边只有250到300克 你只要放半颗就够了 不然你这个蛋太多 待会下去划炒的时候 爆炒的时候它会产生蛋渣出来 好 对 好 这样就好了 蛋又那么贵 对 我们就能留半颗 稍微 稍微再把它放一下 这边你看在牛肉开始 亮度又不太一样 对 好 那这里面要加一个东西 就是说蛋会让它划 那还有一个就是太白粉 太白粉的量不要太多 一小汤匙而已 这个你粉如果太多的话 它到时候会黏住 这个很重要 可以粘稠 对 你温度又不够高 整个都黏在一起了 那再来最后就是 要给它油 油风 这里的油就是不管是沙拉油 或者是一般的什么油品都可以 就像这个油风下去之后呢 第一个这个油是让这个牛肉 它到时候就 比较不会接触到空气 会黑掉 是 那第二个就是 待会我们下锅去滑炒的时候呢 一下 一下就滑开了 对 这是一个腌肉 你像肉丝啊 是 肉片都可以用我这个方法来制作 包覆住这个食材 对 它隔绝的空气 也比较不容易变质 对 好 有这样子效果 好 这边 给它一点时间去吸收 那我这边准备一个酸白菜 可以看一下这酸白菜 大家常在吃就是煮火锅 那我这酸白菜 今天要做一个爆炒的菜色料理 那酸白菜买回来 我就把头切掉 酸白菜它的那个调味 已经调到OK了 对 已经调到里面了 你下去煮的时候 你就不用再加太 它就连煮汤都会满 味道满够的 对 不只能够额外再加 不要再加太多 它本身的酸度 咸度 香气都在里面 对 对 我们要做爆炒的口感要一致 所以这个头跟 叶子跟这个根的地方 要稍微分开 我们先把它在一个 梗 叶 这个部分 先把它切除掉 对 那这个叶子的地方 我们就切成 它要小片状就可以了 就切成像这样子 好 我这边先把它移过来 但是这边梗的地方 要另外再处理了 我跟大家分享一下 因为这梗其实它 它的厚度比较厚 对 牛肉片很薄 如果你是直接切的话 吃起来会 口感会不太好 所以这边还在做一个小动作 就是说 你还要把它 它已经够饱了 你还要把这个 再把它片一遍 对 我会稍微再片一次 就是 因为这个跟酸菜很像 酸菜如果那梗的地方 你没有再稍微 太厚的话 太厚下去 你直接切下去会怎么样 吃起来会很酸 然后也很硬 其实这边是蛮硬的 是 但是我们今天要是要爆炒 一定要稍微再切一下 不然等下吃的时候 那个牙齿会觉得 怎么突然那么酸 是 好 然后再次你就顺着纹路切 对 有人说逆纹切 逆纹切是比较有口感 那顺纹切它是 你会跟肉的口感会比较适合 对 所以我就顺着它这个纹路下去切 是 好 OK 那就可以了 是 梗也放过去 对 爆炒爆炒 既然下锅的时间要短 我们肯定这个调味料不能够 在炒的过程当中 一会儿去拿这个 一会儿去拿那个 我们这个调味料应该也要 把它准备起来 先调起来 对 焦哥你就讲到 我刚刚要跟大家分享的一个重点 那这里呢 这个酸白菜有味道 牛肉有腌味 你只要给它一点点的 味道融合的东西 就是盐巴米酒跟水 盐巴米酒水 对 但是这个有一个比例 盐巴 对 米酒跟水 米酒 水 对 我们可以看一下 盐巴 看一下 盐巴这个大概只有二分之一小吃而已 只能这样子 因为我们的酸白菜咸 对 因为我们的这个肉里面有盐的酱油 酱油咸 所以盐只要适量 适量就好了 对 那再来用米酒 米酒的话我用这个比较大的尺 这边有一个 大概一二三的一个口诀 盐巴大概是一 但是是很小的一 那米酒是二 很大的二 很大 水是三 对 不行 放紧 好 就这样就可以了 但是这边呢 我这边还要再加一点点的派白粉进去 待我们这个整个酱汁下去的时候 它才会有 它就直接有收汁的作用了 对 但是牛肉已经有粉了 所以这个粉也不要太多 适量 先把它调开 这很重要 这个就是我待会需要 爆炒快速的一个 调味料 中和酱汁 对 小小的一个秘诀 好 肉腌完了 白菜切好了 调味料汁弄好了 对不对 其他的这些 这个辛香料的部分 我们就省略不提 好不好 反正蒜要切末 这个辣椒切断 然后葱也切断 对不对 然后带一点甜豆 对 那这个时候呢 其实在餐厅来讲都是用过油 是 当然是过油 但是过油就是 油量比较多 但是我希望在家庭 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们用稍微滑油的方法 滑的就好了 对 稍微让它温度有点 温度上来就可以了 如果你温度太高的话 第一个这个牛肉下全部都黏住 好 对 那下锅之前呢 我这里 先把牛肉稍微再均匀地搅拌 对 好 然后迅速地 这样子划开 它都不会黏住了 是 对 它这里有一个重点 就是牛肉 大概八分熟就好了 对 可以看一下它的颜色 接近就是 现在很 红的还很多 还很多 对 那我就接近它八分熟 再把它倒出来 那我这里还有一个小技巧 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在起锅前 你加一大匙的酱油下去 嗆个锅 让牛肉的味道 有香气 对 这个设施可能在家里 你没办法做得像跟餐厅一样的做法的时候 你看我再加一大匙 从旁边这样嗆个锅 嗆到锅边 对 然后那个酱油的香气都出来了 所以等一下你酱汁都不要再放酱油了 是 是 那个香气 这个香味就出来了 而且牛肉它也均匀地上色 是 好 这个时候滑出来 很滑 对 超棒 我们也不要让这个肉在锅子里面 过度加热 它就老了 对 好 那继续再来 里面已经有油了 对 大概这油不要太多 补一点点 补一点点就好了 因为我希望大家在家里吃就是 尽量吃健康一点 不要太油 好 接着很简单就是像这个 蒜末 辛香料先下去炒一下 先炒 炒 炒下来了 好 这样我这电池炉的做法也是一样 火力也不要想说你要快 结果你那个火开太大 它很容易就黑掉了 还是慢慢地去给它做一个推动 那再来 闻到这个辛香料味道出来之后 是 白菜 白菜就要下去了 白菜就要下去了 因为白菜它一定要经过炒过 它的一个香气会更浓出来 是 给它炒一下 然后这火可以慢慢地开了 那已经有闻到像那个 蒜头还有葱 还有一些白菜的 味道都已经闻到了 都出来了 对 这个时候就是关键的地方就要来了 是的 牛肉 牛肉要回来了 对 然后再来这个酱汁 综合调味料 对 就把它下去 然后呢 火 再把它开大 对 然后快速地搅拌 色色就来爆炒了 然后你会发觉那个酱汁跟牛肉 还有酸白菜都已经和在一起的时候 是 之后再把烫好的甜豆放进来 对 增加整个蔬菜的口感跟味道 这个甜豆我们是烫过的 它不是全生的 然后就起锅了 对 还有闻到一点酸香味 这是出来了 对 太棒了 而且它酱汁都扒在上面了 待会再来一碗白饭吧 真的 真的 对 看到这么嫩的肉 看到酱汁的那种颜色 真的不吃白饭 好像有点对不起自己 来个馒头 加的也不错 来 赶快上桌 喜欢今天的料理吗 赶快扫描我们画面上的QR code 加入美味so much的脸书粉丝团 让你有吃又有拿哦 台菜传统五印醋 有独特的风味 搭配松柏肉与辛香料 一块料理 简简单单就溜出了一道古早味 喝了 肉底家的黄景龙师傅 马上教你做 这一个玻璃肉 六两肉 这个嘴边肉 现在大家经常会吃 常常可以吃得到 对不对 因为它加热的时候 好像它都不会太老 还是维持很好的口感 对不对 可是这东西 想要把它做的味道丰富 还是需要靠你教了 就是有一点技巧了 对 好 那我先把这个松柏肉 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因为这个松柏肉 买出来是一整片的 对 但它也不大 不大 就只有这么一块 对 对 但是我在切的时候 我会先从中间把它切开来 让大家稍微看一下纹路 什么叫逆纹切 你看这纹路 这个是直的 对不对 对 这样的横的长的 对 所以你到时候落刀 要这样斜的落刀 因为有时候 你这个松柏肉买花 你看外面你看不出来 你看它的纹路 油花什么东西 都挡住了 对 它有横的直的 你不知道该怎么下刀 是 所以建议大家是先切开 看到纹路之后 从这个断面 对 去确定它的纹路 对 到底是往哪个方向 对 你就逆着它的纹路 来 所以我就是 从这个地方切 对 那尽量就是下刀 大概是45度 稍微薄一点点 对 然后口感也比较好 是是是是是 好 龙师傅这么有把握 他这三个手指头 都很用力的去压肉 对 他这边如果压不紧 他这个刀下去的时候 这个肉就会来回滑 就没有那么容易切到 对 这切松柏肉的技巧就是 你这只左手要压紧 压紧 一定要压紧 对 把那个肉压紧了以后 对 它结实 它就好切了 对 而且手上有点温度 它上面那个油很容易就 就会滑掉了 是是是 手就很容易一滑就滑开了 这个我就慢慢切 你高雄餐历大学毕业 对 餐饮世家 你应该在去学校之前 就已经开始接触了 就应该会了吧 其实大家都有个误解 就是说家里在开餐厅或室家 你就从小就很会做菜 其实不是这样子 就是因为小时候常在看家里 在做这些东西 然后觉得说 我就没有那个 不太想做这样子 本来想逃跑 对 后来就很忙 就是分数的关系 考进去参与大学 对 就觉得到了 学出兴趣来了 另外一个世界不一样 对 这个肉切完了之后 像一般这个肉都会稍微下去 直接煎 但是煎它的香气没办法出来 所以我这里要稍微做一个腌制 对 这个也要腌 来 太棒了 我们来腌一下 对 好 腌制就是 放一点 把它放一点酱油 对 少许酱油 对 对 你该不会是酱油米酒水吧 没有 这个不行 然后每次来都用这样子 不一样的地方 不一样的 这个有不一样的做法 我以为你是统一走走天下 是不是 没有 这个一朝 一朝半四走天下 是 酱油 对 酱油就好了 只要酱油就好了 对 因为待会我这个要用煎的 煎出来的香气 所以你用一点酱油的时候 可以让这个肉 待会会上色好看一点 是 不然你松板肉如果直接煎 就是白白的就是一个肉的颜色 是 等于我会做一个酱汁 它必须吸附那个酱汁 是 所以在吸附酱汁 它有一个很好的媒介 你要让它的外表 有一层这个膜 对 这个不均匀的这个膜 未来沾酱汁会沾得更多一点 会沾得稍微更豐富一点 对 这很重要 我记得以前小时候 就是我父亲 他有做一个那种 用猪的里肌肉 然后也是让酱油稍微腌一下 是 然后沾个这个地瓜粉 然后下一个煎 然后起来他用一个很简单的 酱油糖米酒 然后就 吃起来就觉得很好吃 古早味 是 古早味 那我今天就想说 用这个松板肉 来跟大家来做一个替代的分享 有点古早味的 以前家里面都是 爸爸在长厨 对 好 稍微就是 这个粉就是 大概沾一下就好了 对 为什么要这样沾 就是 你把粉放下去 它那个有水分 它等下整个会糊掉了 就没有那个酥脆的口感 是 你像台菜里面有那个 煎猪肝 有没有 有 那腌好也是要用这个 用弄沾的 也是用这一招 然后再去炸它 外表才有一个酥脆的口感 这是有一些技巧要跟大家分享 是 好 那再来就是 稍微用一点油下去煎 煎 我们必须要花一点点时间 对 煎的时候 我教大家来调酱料 这个锅子稍微让它润一下 这温度也不用太高 因为我们这边不用太急 所以润锅这比较重要 如果今天没有镜头 龙师傅可能快甩快脚 一下就做完了 对 但是今天为了让大家能够 都看得清楚 所以我们可以放慢节奏 让大家能够 一个步骤一个步骤 慢慢学 没错 那这个只要有温度就好了 是 温度然后下去 让这个温度慢慢的上升 然后其实这个肉已经切得很薄 其实你不管它 你它到时候会慢慢偷过去 是 然后我这一面再翻过去就好了 反正现在这个肉片沾了粉 你放到锅子里面去 它也不会掉 它也不会掉 对不对 静静地摆在那边 我们就等温度上来 到我们的效果 到肉片 到一定的程度 那就好 对 而且你知道我这样做的一个好处 就是没有什么油烟 就是不用说 哇 这个油烟很大 这样子 好 我怪你皮肤那臭 那我这里要调一个 酱汁很重要 这个就是台菜的无味醋 那这个醋用比较特别 要用五印醋来做 五印醋 对 你用一般的乌醋 它可能味道出不来 有些人吃那个传统的那种台菜 它里面加了那个酸 它就一定要五印 这样你的味道 它觉得才符合当年的那个 嘴巴的感觉 那这个无印醋它有一个比例 我跟大家分享一下 这个大概是三大匙 是 好 来 那再来就白糖 我就用一个标准的两匙来量的时候 这个就要跟它要一样了 是 白糖两汤匙 但是 三匙的醋 两池的糖 这个量都要一样 用这个来做就是 相同的一个工具 对不对 对 然后再来这边先搅拌 然后再 这边还要加一个就是酱油 酱油 对 然后边搅拌 然后酱油带出它的一个酱香味出来 好 你看那么多一二三 对 对不对 用这个方法大家会比较好记 一的酱油 二的糖 三的醋 对 一二三 那我是从前面算是 三二一一 还要再一个 最后一 白醋 还要一个白醋 对 所以你需要 两种复合醋的酸度跟香气 一般都是倒这样而已 但是我在做 我会再多加一个白醋在里面 好 那这个都不能加水 都不能加水 它的味道还足 对 你加水它味道全部跑掉 因为它主要 这个下面有很多的辛香料 是 你像有洋葱末 葱花 蒜头 姜 辣椒等等 要靠那些的味道 跟这个无味醋的味道结合 是 对 这个稍微把它搅拌均匀 好 这边我来搅 好不好 你来帮我们顾那个肉 看那个肉到什么程度 好 这边火用的非常小 那因为为什么油不要那么多 因为其实松板它本身 里面的筋膜中间有油脂 对 所以我尽量说不要吃太油腻 然后让它稍微有口感 然后吃起来会健康 所以台菜 我说真的以前蛮油的 尤其是我父亲那个时候 在做的时候 但现在我觉得大家 因为对这种健康概念 是 有一些想法 然后节目很多 都在讲身体饮食健康 所以我尽量教大家可以 在家里做的台菜是 比较走健康取向 是 是 对 这个肉是不是要全部捡到全熟 我在做后面的动作 其实还好 这边有个地方我们就要先下去 做一个调理了 像这个洋葱 这个里面有油 对不对 洋葱 稍微下去 当我这个肉片翻面的时候 我就可以把这个 辛香料的部分都可以下 香末 蒜末 对 洋葱末 放进来 对 红辣椒 放进来我们就利用锅边 有一些空的位置 顺便来爆香 对 顺便一起爆香 对 以台菜的口味来讲 它这个辛香料的味道 是其实要很充裕的 所以说都是一些辛香的味道 搭配食材的味道 本味这样子 那这些一定要有点油 它的味道才会好 才会香 对 那这个肉其实已经差不多了 我就稍微给它整个拌一下 OK 好 你觉得台湾的菜跟大陆的菜 你能够讲出一个明显的差别吗 台湾以我在接触的话 是台菜的部分 尽量都是用一些比较辛香料 就是像葱姜蒜 然后带出食材的本味 那调味也不会太复杂 因为其实在家里的调料 就大概米酒 盐巴 酱油 顶多有一点什么豆瓣酱 辣椒酱这样子 我告诉你一个 比较大的明显差别 差在哪里 以前的里面 台菜用的辛香料 大部分是新鲜的 对 就是新鲜的一些 大陆大部分是用的干货 干燥的辛香料 干葱 干辣椒 干什么 因为它地大乌坡 可能东南西北 春夏秋冬 不好保存 所以它的干货比较多 台湾四季如春 我随便在后院 拔一个葱 随便拿个蒜 台湾的 新鲜的用的比较多 新鲜的 干燥的用的比较多 没错 所以就是辛香料的 或者是一些爆香料的差别 在这里 对 各有各的特色 对 那这边就是已经把这个 刚刚有爆香 像洋葱 姜蒜 味道都出来的时候 可以放下去就是 葱花 葱花跟一些的这个 香菜 那这里就是把这个酱汁 这酱汁不是全部下 对 只是按照 3 2 1 1 这个比例调出来 不是蒸完都下去 我们调适量 对 那这个要怎么讲 因为这个肉它会吸这个酱汁 然后你这个温度 它要再升高一点 你就沿着锅边让它去 一来醋香 对不对 再来我们待会晃锅的时候 再让食材去沾到这个味道 对 所以这不要急 不要说这碗就把它整个丢进去了 那其实这碗它剩这个 还有一个好处 就是你倒的时候有点辣椒 蒜头再搅一搅 你可以做一个饺子的酱汁 对 对 我刚刚闻到那里 你看味道酸酸这个 我就心里面想说 它好适合来沾饺子 对 好 你看这个肉就稍微 你这个酸香的味道已经上来了 对 因为这个量造醋这种香气 它一定要经过加热 它的香味才会出来 如果你没有加热的话 这个味道就出不来 对 然后我们看这个肉其实已经 外面有一点的地瓜粉 它就把这个酱汁都吸上去 对 然后就整个给它划锅划出来 好的 太香了 然后最后 最后还把画龙点睛 对 撒上一点点的白芝麻 吃的时候会更香 对 别人加麻油 香油 对 我们加的是白芝麻 让你在吃的时候 能够咬得有口感 还有香气在 来 上桌 结果 第二个月 一个月 这位好 拍媒